新聞一開始的重點 我們還是要先帶大家來關注的 就是美國總統川普 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 那麼他在今天的上午 是在Twitter上面來發布影片了 也跟大家報平安 他說他入院的時候 感覺不是很好 不過現在看起來是好多了 相信很快就可以再回到工作的崗位 來完成競選的活動 而白宮的醫師也表示說 川普是已經超過24個小時 沒有發燒了 先前包含像是有些咳嗽 比賽等等的症狀 都已經慢慢的改善 至於第一夫人梅蘭尼亞 則是選擇待在白宮來隔離 目前的狀況也在好轉中 美國總統川普在沃特里的軍醫院 跟大家報平安 表示他的病情好很多 他的氣色的確看起來也很不錯 七十四歲的川普是在美東時間二號 傍晚離開白宮 當時他戴著口罩登上陸戰隊一號直升機 前往沃特里德軍醫院 川普說他本來可以跟第一夫人梅蘭尼亞一樣 待在白宮自我隔離 但川普決定到醫院接受瑞德西韋 以及實驗性的基尾酒抗體藥物 影片中川普再次強調 他的情況都在改善 白宮幕僚長梅多斯也表示 川普已經起來走動 並且要求拿文件批閱 不過醫療團隊目前還無法確定 川普何時可以出院 川普自己也說 未來幾天將會是他對抗 新型冠狀病毒的關鍵時刻 華視新聞 孫敏凱編譯